大家好我是贵哥别老迪哥 居然有贵友问我们那个新天水龟冬眠 我是让它在水里面 还是我把它拿出来 我准备把它拿出来 然后等温度到了之后 把它弄到那个 那个什么格里河里面 我弄个弄点台线 或者说弄点那个椰土 首先我们冬眠的话 其实因为我们这边糖尿的话 不管是平时正常养还是冬眠的话 基本上我们都是 这样一个状态 冬眠的话 它们就是在圆环境里面 然后直接就迁到水里去冬眠 包括我们下面还有黑泥 首先我们这边是取材比较方便 还有气候是比较合适 我们采取这种方法 当然我们的方法 绝对不是最巧妙的 包括有经验的龟友 各种方法也有 也有用苔藓冬眠成功的 也有用那个椰土冬眠成功的 就是我们就习性上面来讲的话 其实水龟嘛 它原生就是在水里面冬眠 那包括有的龟友 他对乌龟理解比较强 经验很丰富 他采用了苔藓 或者什么样的那种 半水龟的那种冬眠的方式 也有成功的 所以说这方面 我们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经验 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去评论 好或不好 我们只是说就这个乌龟的那个习性 它本身的一个属性上面来说的话 叫我们就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方法 让它在水里面就是浅水冬眠 那如果说有的龟友 也一定说我要用那个苔藓冬眠 我要用那个椰土冬眠的话 那我们只是能提醒一下 就是说尽量的去做到保湿 因为新点是水龟嘛 你不能让它太干了干死了 因为像黄源它是可以在土里面 在苔藓里面 在椰土里面 赤鱼土啊黄土红土黑土啊 都有都有用 它都是可以冬眠成功的 而且在抗干燥这一块的话 其实黄源的话 它十天半个月都不一定会干死的 但是水龟的话就很难保证 它还有存在的是个体的差异的因素 所以说我们建议龟友 如果说要去这样做选择的话 还是要尽量做到保湿 保湿还要通风 避免这个冬眠的那个环境 呃椰土也好 是台浅也好 它里面发生那个变质啊 等等一些 等等一些因素 去做好这样一些东西 如果说一定要说 我们给一个答案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说自然的最好 它本身是水龟 水龟就随于冬眠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欢迎跟我们点赞关注 有问题的朋友 请跟我们私信或者留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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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